欢迎来到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杨子粉丝发长文托粉,给杨子提建议或路人支持,粉丝,你没资格。 肖战杨子主演的《余生请多指教》已经顺利收官, 林之孝和顾卫也顺利地步入婚姻殿堂,过起了幸福美满的生活。 而从各项数据来看,这部压了两年的小田剧,播放成绩还是非常不错的。 伴随着电视剧的热播,最受网友关注的自然是主角肖战和杨子的演技问题, 对于肖战的演技,一直就伴随着质疑声, 但同样的追他的剧的观众能够感受到他演技的进步, 这次在《余生》也没有太多的槽点,但身为女主角的杨子却没有肖战那么好过, 对他在剧中演技的质疑从剧播到剧中都存在着质疑声。 之前有一位叫洪水的导演在社交平台上发长文质疑他的演技, 批评他作为出道多年的艺人《余生》中的表现比对手肖战明显要差劲, 最终以杨子粉丝和该导演的骂战结束。 当然了不否认这位导演存在蹭热度的嫌疑, 但是更让人震惊的确实杨子粉丝对于自己偶像的质疑, 甚至直接发文公开托粉,除了对杨子演技的质疑外, 也给了杨子建议,整体看来,也算不上回彩一说, 更像是对于曾经喜欢的人的恨铁不成钢。 该网友先是这个号的用途是用来给杨子投票的, 并表示自己看过杨子的所有采访以及影视剧啊, 可以说是铁粉一枚。 对于杨子演技问题上,这位网友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说他在亲爱的热爱的播完后,拍戏初中就变了, 之后的每部戏谈幕上都充斥着那个角色压不住体内的杨子, 这是对于他没有塑造好角色的发言, 已经忘记了他当初演戏的初衷。 最后也给曾经用心追过的偶像提出了五条建议, 让他不要继续动他的脸, 现在的脸看上去太僵硬了, 不要嗷幼稚的人设, 不要成为表演型人格, 去讨好被人, 希望他可以找回初衷。 而看到这篇长文的网友表示, 话说的都很中肯, 以前他虽然没有像现在这般爆火, 但是角色都让人印象深刻战长沙欢乐颂才是真实力, 后来的青云至香蜜都免不了流量的加成, 近几年是实实在在的爆火, 但从演技来看, 这不应该是他的水平。 不过对于这位网友的建议, 很多粉丝说这位网友是假粉, 没资格批评杨子, 对于这位网友的建议也都一条条地反驳了回去, 力挺杨子, 让他放心演自己的戏, 他们永远在身后支持。 由此来看粉丝和路人的评价还是大不相同的, 但其实小编看来, 这位网友还真算不上是脱粉回彩, 建议和质疑都相对比较合理, 也没有过于过分的话语。 杨子的脸大变样, 大家都看得出来, 演技上也确实还有进步空间, 近年来的角色类型也有些相似, 如果靠流量吃老本, 杨子能挺一段时间, 但势必不是长久之计。 希望杨子在忙碌的同时, 也可以接受一下中肯的建议, 粉丝面对不赞同的言论, 也先别急着反驳, 还是要保持自己的思考。 最后也奉劝所有追星人, 不要太尬吹自己的偶像, 最终断位结果只会是得不偿失, 一个人的成长有夸赞有批评最好, 黑子们的言论可以不理, 但是一些建议性的话语是可以共同去探讨的。 杨子粉丝发长文说再见, 五条建议引争议, 网友, 犀利有同感。 余生, 请多指教开播以来的数据太能打了, 这部剧现在已经大结局, 整部剧的收视率遥遥领先其他正在热播的剧。 虽然故事情节到主演, 受到各种各样的质疑。 毕竟这部剧三年前就已排好, 现在能取得这样的成绩, 是非常傲人的。 这部剧从故事情节, 还是角色设计上, 很多人认为并没有给人带来特别亮眼的感觉, 尤其是女主杨子陷入了整容风波中。 有一位自称是杨子粉丝的网友表示非常失望, 发出长文来跟杨子说再见。 这名粉丝的长文将自己的观点罗列出来, 非常清晰。 在文中, 粉丝认为杨子在出演《亲爱的热爱爆火》后, 他拍戏的初衷就变了。 原因就是杨子曾言当好演员, 现在被采访是表示现在想要报复, 想当大明星, 前后的对比让网友并不能接受, 更是提出了五点建议。 对杨子一直非常关注, 但是发现他拍戏的质量比以前下滑得非常厉害, 剧中的角色已经带入了生活中的杨子。 不管是什么角色都会看见他自己的影子。 这名粉丝认为从《亲爱的热爱的之后》就变了, 当时谈幕都在刷童年压不住体内的杨子了, 很多人都发现了这些问题。 同样提到了杨子现在的面部状态, 认为杨子可能去做了一定程度的整容。 希望杨子能够成熟一些, 现在已经30岁了, 要去去找到自己的初衷, 好好演戏, 不要只为了流量, 把每一个角色都去演成了自己。 大家在看到这篇长文后, 有人表示很犀利, 但是深有同感。 杨子做了许多的改变, 从《家有儿女》中以童星身份出道, 演技自然是不错的。 杨子陆续出演过一些农村戏, 战争戏, 但是他对这种戏并不认可, 在采访中表示, 如果没有出演《青云志》, 可能他早就在娱乐圈里消失了。 显然对之前戏的内容有所抵触, 但是反观两部剧的评分。 战争戏战长沙评分是9.1, 但是《青云志》却仅仅只有6.4。 口碑就能看出哪些剧是真正的好剧, 但是他却并不认可这所谓的战争戏。 这名粉丝的话当时仅代表个人观点, 而且带着个人情绪在里面, 只看到了不好的一面。 1000个人眼中有1000个哈姆雷特, 粉丝的评价仅仅是一方面。 可能是样子的粉丝, 也可能只是反窜黑。 杨子出演过许多优秀的作品, 比如《欢乐颂》还有《心理师》, 演技值得肯定。 希望大家在评判时, 要做到理智, 善于发现优点。 杨子粉丝发长文说再见, 《五条建议》引争议, 网友, 犀利有同感。 余生, 请多指教开播以来的数据太能打了, 这部剧现在已经大结局, 整部剧的收视率遥遥领先其他正在热播的剧。 虽然故事情节到主演, 受到各种各样的质疑。 毕竟这部剧三年前就已排好, 现在能取得这样的成绩, 是非常傲人的。 这部剧从故事情节, 还是角色设计上, 很多人认为并没有给人带来特别亮眼的感觉, 尤其是女主杨子陷入了整容风波中。 有一位自称是杨子粉丝的网友表示非常失望, 发出长文来跟杨子说再见。 这名粉丝的长文将自己的观点罗列出来, 非常清晰。 在文中, 粉丝认为杨子在出演《亲爱的热爱爆火》后, 他拍戏的初衷就变了。 原因就是杨子曾严当好演员, 现在被采访是表示现在想要报复, 想当大明星, 前后的对比让网友并不能接受, 更是提出了五点建议。 对杨子一直非常关注, 但是发现他拍戏的质量比以前下滑得非常厉害, 剧中的角色已经带入了生活中的杨子。 不管是什么角色都会看见他自己的影子。 这名粉丝认为从《亲爱的热爱的》之后就变了, 当时谈幕都在刷童碾压不住体内的杨子了, 很多人都发现了这些问题。 同样提到了杨子现在的面部状态, 认为杨子可能去做了一定程度的整容。 希望杨子能够成熟一些, 现在已经三十岁了, 要去去找到自己的初衷, 好好演戏, 不要只为了流量, 把每一个角色都去演成了自己。 大家在看到这篇长文后, 有人表示很犀利, 但是深有同感。 杨子做了许多的改变, 从《家有儿女》中以童星身份出道, 演技自然是不错的。 杨子陆续出演过一些农村戏, 战争戏, 但是他对这种戏并不认可, 在采访中表示, 如果没有出演《青云志》, 可能他早就在娱乐圈里消失了。 显然对之前戏的内容有所抵触, 但是反观两部剧的评分。 战争戏战长沙评分是9.1, 但是《青云志》却仅仅只有6.4。 口碑就能看出哪些剧是真正的好剧, 但是他却并不认可这所谓的战争戏。 这名粉丝的话当时仅代表个人观点, 而且带着个人情绪在里面, 只看到了不好的一面。 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粉丝的评价仅仅是一方面。 可能是样子的粉丝, 也可能只是反串黑。 杨子出演过许多优秀的作品, 比如《欢乐颂》还有《心理师》, 演技值得肯定。 希望大家在评判时, 要做到理智, 善于发现优点。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